歡迎大家繼續收看美的方程式 我是節目主持人Martina 每個人的肌膚特性都不同 所以選擇化妝品的時候 都會選擇一些適合自己皮膚的化妝品 同樣在卸妝的時候選擇卸妝油 都要很有心得 今天我們請來一個專業的化妝師Carmen 為我們講解一下 Carmen 你好 你好 其實一支好的卸妝油 最基本的成分要混合一些甚麼呢 其實我們的品牌一直主張 沿用一些天然的植物成分 去做一個結膚產品 我想問一下 我經常都聽到卸妝油 它裏面就是有些草本植物油 但我想知道草本植物油 究竟分幾多種呢 其實都有幾種的 我們最主要是 品牌出名的 有綠茶的成分 有山茶花、薑根油等等 你剛才提到這些植物油 其實它主要的功效 是對我們的皮膚有甚麼幫助的 其實除了結膚的同時 我們都可以做到一些護膚的功效 例如山茶花、薑根油都會有一個鎖水的功效 而綠茶的成分有效 做到抗氧化 有時候 我出到去 譬如想買卸妝的用品 我會問一下售貸人 他們都會提及 其實你可以買卸妝油、卸妝水或卸妝棉 但其實我不太清楚 它們的分別是在哪裏的 但它們會有提及 其實卸妝油會更加強 可以溶解毛孔內的污漬和油脂 其實是否真的 其實結膚是需要挑選一些 溫和而有效的產品 例如市面上 現在很多產品都可能會分幾種 例如剛才所說的 卸妝水 一般來說它都是主力去清潔 可能是一些簡單化妝 或者這些泡泡的洗臉 就是洗臉上的油脂污垢 但我們品牌的產品 就可以一剔過做到 清潔、卸妝和護膚的功效 大大減少了皮膚的刺激 而且在卸妝眼部彩妝的時候 因為眼部的皮膚比較脆弱 我們會更加快捷有效 可以做到這個步驟 我經常看卸妝油的瓶 我會看到它有寫HPO等 但其實HPO究竟是甚麼系統 這是我們專利的系統 最主要可以很有效地幫我們清除 除了我們日常面部 有些油脂污垢塵埃之外 裡面有些粒子 也可以幫我們有效地卸除防水產品 聽完之後我發現 好像較為有效的都是卸妝油 但既然它這麼有效 其實裡面的成份 會不會很刺激到我們的皮膚呢 其實產品我們一直都是沿用植物成份 加上一些高的科技配合 所以我們在潔面的時間 會覺得很舒適 而且洗完臉之後 皮膚的感覺很柔軟也很清爽 如果在選購這個卸妝油的時候 有沒有說裡面有甚麼成份 會比較好一點 適合我們去買的 要看回你的肌膚狀態 好像不同的皮膚狀態 有些乾、油、混合性肌膚 或者在不同的季節 我們要選擇不同的質感 油都會分為清爽和滋潤的質感 基本上如果你的皮膚是乾的話 乾性肌膚 我會建議你用一些較為風潤的質感 如果你有夏天喜歡清爽一些 或者是面上多些油份 我們會選一些裡面有櫻花成份 較為清爽的質感 都是適合的 為什麼會這樣選擇呢 其實一定是分了兩類 還是有更加類的 即是有混合性皮膚等 其實有很多種的 譬如我們品牌 在市面上是最多不同的選擇 有六種不同的結膚油 裡面分別加入了不同的植物成份 都是針對不同的皮膚的需要 就像剛才所說 其實品牌的銷量最好的 就是綠茶成份的結眼油 裡面的成份是針對 有些人不夠睡覺 有些人會有吃煙的習慣 這個情況下 會令到我們的皮膚變得暗黃暗啞 所以這個綠茶抗氧化的銀油 會令到你的皮膚洗完之後 又換一身 和很清爽的感覺 因為我的皮膚 其實我也會很乾的 但某程度上有時候會乾到 又有出油的 令到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乾性的皮膚 還是油性的皮膚 如果是我這種肌膚特質 我應該選擇什麼類型的卸妝油會更好 其實Tina 你這個皮膚狀態也很普遍 在香港因為天氣影響 室內有冷氣 室外就比較潮濕 而且天氣熱的時候 我們也需要選擇一些可以做到保濕 同時潔症能力比較強的潔癌油 如果我們用潔癌油來說 一種有山茶花和薑筋油的黃色 這個保濕系列會比較適合你的 這個皮膚狀態 就是它是分了顏色而定的 我應該要選擇黃色了 黃色會比較適合你了 剛才你所說的皮膚缺水 也有油分分泌的時候 其實正確的卸妝油是應該怎樣使用的 正確的卸妝油 其實我們保持雙手乾爽 用適當的份量 一噴就等於一秒 我們噴四下 全面塗上臉之後 拿點水在臉上輕輕打圈按摩 加了水之後 你會看到乳白色的 接著就可以沖水了 沖完水之後 有沒有什麼技巧要去護理 其實沖完水之後 我會建議大家 用紙巾去印乾麵 盡量減少磨擦皮膚 因為有時我們用毛巾 如果清潔得不乾淨 毛巾上面可能沾染了細菌 也會影響皮膚 用紙巾印乾麵之後 塗上適當的護膚品 可能因應你剛才所說的 皮膚需要一些保濕的效果 我們就需要用一些水分較高的系列 我們品牌會有一些保濕的系列 都可以消化 其實你提到卸妝油 它的原理究竟是怎樣 它怎樣去清除化妝品的污漬 其實你會看到圖畫上面 油份有不同的粒子 其實是針對面上的油脂污垢和化妝品 當你油放在皮膚上面 油就會包住化妝品 當你包住化妝品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加水 乳化之後就可以沖走 但有時候都會有些黑頭在臉上 其實這些黑頭究竟是油份 這個簡直是整塊污垢的東西在裡面 其實黑頭的形成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的油脂分泌氧化了而形成 所以在每一次清潔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用到一些產品 可以深入我們每一群毛孔去清潔 這樣就會減少黑頭出現的現象 很多時候如果黑頭 你強行去擠它的時候 會弄傷皮膚 所以每一天都用上一個有效清潔皮膚的結顏油 都可以大大幫助你減少出現黑頭的現象 如果真的觀眾想知道 它的臉上又是有很多黑頭的話 應該推介哪一種卸妝油會好一點呢 其實品牌的結顏油裡面有一種粉紅色 這個結顏油較為清爽 裡面是有一個櫻桃的成分 可以令到你洗臉之餘深層清潔 洗完臉你的皮膚會覺得緊緻 有清爽的感覺 以及減少黑頭的現象 另外其實很想問 年輕人大部分都會有生暗瘡出現 如果生暗瘡的話 又是用回剛才你所說的粉紅色 還是說還有其他一種的? 粉紅色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們都要了解究竟暗瘡的成因是怎樣 很多時候是水油不平衡 皮膚表面有水油膜 用來保護皮膚、鎖水 如果皮脂膜 我們剛才所說的水油膜 破壞了的時候 很多時候細菌進去 就會很容易導致你有暗瘡的情況出現 所以在結顏油這個部分 我們洗完臉之後 都可以維持皮膚的健康狀態 減少了你會出現暗瘡的情況 當然用完之後 我們要用適當的保濕護理 盡量用一些清爽的產品 剛才你提到 下一些眼瘡液的時候 是怎樣去下 但我想問一下 因為市面上現在很流行 會塗一些防水的 但防水的話 其實是用同一個方法 或是有些特別 可能要用力一點才能射出 其實產品本身的功效 已經可以很快脆 將來的節目液溶解 所以不需要花費太多的氣力和時間 已經可以清潔得到 而且不需要用這些輔助工具 你提到其實卸妝 因為我自己是很敏感性皮膚的 因為本身的皮膚比較薄 有時候我下妝 如果用棉花去抹的時候 就很容易會變成紅腫 我想知道你所說的卸妝油 其實它裡面會不會有些成分 會令到皮膚敏感的人 更加會不好的 其實你也說得對的 如果你很大力去磨擦皮膚 就會對皮膚造成傷害 好像剛才我所說 皮膚上有一個皮脂膜 就是用來保護我們的皮膚鎖水 如果你去用一些產品 用得不適合和你磨擦皮膚的時候 就會好像剛才你所說 造成一些紅腫、敏感、缺水這些現象 所以我建議盡量用一些 溫和而有效的清潔產品 這樣就非常之好 剛才我看到你解釋卸妝的步驟 就是擠在手上 然後塗在臉上 但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見過有些人 是拿著一塊棉花 然後就濕了一些水 然後就將它們擠在棉花裡抹 其實是用自己的手去做 還是說用棉花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用手就可以了 因為絕對是有一個 對皮膚更加溫和 更加細緻的效果 因為如果你用棉花 很多時候棉花在臉上 可能都會造成一些刺激 如果你用得不適當的力度的話 既然產品已經可以做到 不需要用這個輔助工具 那我們不如又可以環保一點 亦都可以對皮膚好一點 那選一種適合自己用的卸妝油 真的很重要 先說到這裡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再見 和四年大師展現 約定你了 潮流夜、熱滿夜 以前玩不少了 等我們的四哥 帶你們看清楚遊遊香港吧 開開心心買美食 還跟嘉賓聊聊天 帶你享受一下 四哥帶你四位遊 你還不跟著你嗎 由漁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的繁榮 你和我都有出力的 各韓國業都有韓馬功勞 你在哪些行業曾經出力過呢 我又在哪些行業都默默耕耘 透過各韓國業的前景 是有志者朋友尋找理想的地方 各韓國業 你不用錯過 入食適格未俱全 是不是有足夠營養的 生活的壞習慣 怎麼樣 健康我們和健康吃甚麼 才補得回呢 健康知道多些 由專家告訴你 教你活得更健康 約定你 準時見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美的方程式 我是節目主持人Martina 還有我們的美麗嘉賓Carmen 剛才我們有提到卸妝油的重要性 我正在想 傳統式的潔面步驟 究竟傳統式是怎樣的 以往一般來說 如果化妝的話 很多人都會先用一些產品 去卸取睫毛液 然後再用洗臉奶去卸妝 最後還要用一些洗臉啫喱 或者泡泡去洗多次面 傳統式的卸妝 潔面的步驟比較繁複 都會造成皮膚刺激 例如剛才提及到皮膚過敏 或者是皮膚缺水這些問題 都是因為過度清潔而引致的 即是你所說的傳統潔面 即是要每個步驟都使用不同的產品 才去卸妝 你剛才提及到一剔過的潔面 觀眾可能聽了之後 不知道究竟是一剔過的潔面 不如我們來示範一次好嗎 好啊 Carmen和Model 一會兒會示範一下正確的卸妝步驟 不過在卸妝之前 我想問一下 在選擇清潔用品 有沒有什麼技巧和重點可以說一下 其實我們皮膚清潔 就是護膚的第一步 無論化妝與否都需要清潔皮膚 面上有油脂污垢和化妝品 所以我們在選擇的時候 可以因應不同的皮膚狀態 例如乾性肌膚、油性肌膚 或者混合性肌膚 亦都要注意一件事 天氣會影響到皮膚狀態 例如現在夏天 汗水和油脂分泌都會較多些 所以我們需要一些產品較為清爽 我們事不宴遲 請Carmen和Model為我們示範一下 首先我們要保持雙手和面部乾爽 我們選擇一個適合的產品 這個Cleansing Oil我們可以先用4Pump 1、2、3、4 把它全面塗在面上 好似現在模特兒 塗上臉盒 由下巴到耳朵旁 額頭、鼻蓋的位置、嘴唇 最後不要忘記眼睛 因為眼睛的部分化妝較為濃 所以我們要花一點時間 尤其是在睫毛方面 我們要放一點油份在睫毛上 輕輕打圈按摩 接著這個步驟非常重要 你確保每一斤睫毛 淹入油之後 我們就會加水乳化了 加水很簡單 弄濕雙手 跟剛才做的動作一樣 全臉打圈 你會看到有些奶白色的 愈化的狀態出來了 是 好 剛才我看到擠四下 是一定要擠四下 還是純粹自己個人喜好 其實要有足夠的份量 我們才可以清潔得乾淨 例如兩瓶 清潔用品 如果放得不夠的話 就不用洗得不乾淨 這個產品可以一剔 幫你卸妝、結膚和護膚的功效 好 完全瘀化了之後 就像現在的模特兒一樣 將大量的清水沖到臉上 要注意一件事 很多時候大家洗臉 就沒有留意到 是髮邊的位置 頭髮旁邊 還有鼻翼這些位置 需要多加留意 好 徹底清潔了 沖乾淨之後 我們才用水 用紙巾去印乾面部 是 剛才我看到在塗一些 卸妝油上去的時候 是否都會分 由下至上 然後在額頭 才到眼睛這個位置去射 因為眼睛的部分 塗的化妝品可能較多 亦都要花多一點時間 如果我一放上眼睛 有時可能油會進去 你會覺得有點蒙蒙的 但是這個產品 經過眼科醫生測試 完全可以用在眼上 就沒有問題 只不過如果你蒙了的時候 你可能下一個步驟 你要摸著你做 所以我們先處理了 面部、額頭 最後才用在眼部的部分 就會好一點 其實特別是 直眼部份 我個人會注意一點 因為經常都會很怕 落得不乾淨 所以在落妝的時候 眼部 我怕擦得太大力 會令自己痛 和不舒服 我可以講解一下 如果是眼部的話 其實主要是怎樣 會令到乾淨一點 和自己比較舒適一點 其實在眼部的部分 我們清潔的時候 要留意一件事 睫毛就最好不要打滑去推 不要打滑 塗的時候 應該的部分 就是按下去 睫毛這位 因為把油滲下去 就可以減少刺激 而且這個油 完全不需要 不需要用一些輔助工具 例如棉 或者是一些洗臉的 sponge 可以減輕皮膚的刺激 而且很有效 可以一剔的 幫你卸妝潔面 還有護膚的功效 而且洗完臉之後 你可以感受到 看到模特兒的皮膚非常清爽 對 因為我很怕卸妝油 因為它說明是油 然後塗在臉上 洗完臉都還黏黏黏 好像眼睛不乾淨 我會再洗幾次 但其實是否不需要 其實不需要 double cleansing 因為這個產品 已經是一切過 可以幫你做到卸妝 潔面 和護膚 現在模特兒用的這個 比較清爽 適合你現在 年輕的女士用 也適合 尤其夏天喜歡清爽的感覺 也有收毛紅的效果 看完示範之後 立刻知道 原來我平時的卸妝 完全是錯誤的 其實你做了化妝師這麼久 觀眾可能都會想知道 如果卸妝卸得不好的話 究竟會有什麼效果呢 最常見當然是皮膚會變得粗 因為堆積了很多死皮 和膚色會變得暗 接下來影響 可能是堵塞毛孔 出了暗瘡 又或者是另外 我們會發覺上妝的時候 粉會浮沫 一點都不貼 萬一真的可能太眼睡了 即是化完妝後 回到家就趕不及下妝了 然後就睡了一覺 是否做多少去補救的地方 都沒有用的 其實皮膚已經是變差就變差 不能補救的 當然盡量不要去試這件事 因為隨著年紀生長 皮膚都會慢慢有些衰老的現象 再加上如果清潔得不乾淨 你塗多少多少貴的護膚品都好 都吸收不到 真的很怕會這樣做到 更加上空氣污染這麼嚴重的問題 不過其實化妝多 對皮膚的影響是否真的這麼大呢 其實現時的化妝品 其實我們都會用上一些護膚的成份 所以化妝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從一個保護皮膚的角度去看 就不是傷害皮膚 只要用適合的洗妝產品就可以了 經常化妝品沒有含香料等 其實是否所提到的香料 真的會對皮膚有些傷害呢 所以他們絕對會標明 我們的化妝品或護膚品 是沒有含人造色素香料等 其實要看本品牌的測試 其實香料因人而異 有些人的確對香料敏感 你盡量去遠離 但是現在有些化妝品 我們會用一些味覺的享受 去提升護膚的功效 其實我們平時使用一些 例如唇彩各樣東西 有些是有味道在的 其實它已經是加了少許的香料 或者人造色素在裡面 其實化妝品應該都會有色素在裡面 當然要經過一些安全的測試 去令到那個產品可以安全有效地使用 觀眾聽到今集這麼多的內容 就知道其實每一個人的皮膚都不同 所以要選擇一些適合自己的卸妝油 記得要密切留意 因為如果你不清楚的話 選錯了可能會想護膚得來 反而對自己的皮膚更加有傷害性 所以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就多謝Carmen 上到我們這個節目《美的方程式》 下集我們再見吧